人心不足蛇吞象 蛇怎么能吞得了大象呢 说相传啊 在宋人宗年间 有一位考生啊 叫王震 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啊 他看见了一条蛇 奄奄一息 浑身是伤 王震好心 就把这条蛇呀 给救治了过来 在放生的时候 这条蛇呢 开口说话了 他说呀 感谢恩公出手相救 无意为报 只能保佑您啊 进京赶考 一举夺魁 高中状元 这蛇一讲话 把王震呀 吓得是撒腿就跑 但是啊 他进京赶考之后 还真的是考了状元 在回乡的途中 他来到放生蛇的地方 特意想感谢一下 这条小蛇 蛇出现了之后啊 就对王震说了 恩公 感谢您救了我的命 我无意为报 如果您以后啊 想加官进爵的话 我给你一条捷径 你把我的眼睛取下来 献给皇上 这个时候的王震啊 心想 我考得了状元 如果能够加官进爵 那当然是更好了 可是啊 他表面上还是推迟了一下 这个时候 蛇又说话了 把我的眼睛拿走吧 我的命都是恩公救的 王震啊 二话没说 取下蛇的眼睛 结果呀 这蛇的眼睛啊 是价值连城的两颗燕明珠啊 皇上看到了之后啊 非常的开心 立马给王震 加官进爵 封为宰相 这里的人心不足 蛇吞相 并不是大相的相 而是宰相的相 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 这王震啊 也是吃香的喝辣的 有一天呢 皇太后 突然间得了一场重病 皇上下之意了 谁要是能够治好 皇太后的病啊 我就封他为九千岁 这王震的心思诱惑了 我那条蛇呀 可是有神通的呀 所以呢 他急忙回到这个放生的位置 干嘛呢 找到了这条蛇 蛇也长大了 双目啊 也失明了 看到王震来了 还是开口说话了 说呀 这皇太后的病 有药可治 但是啊 药引子呢 很奇特 要用我的心做药引 我呢 长成这个样子 命都是你给的 我可以把我的心拿出来 治皇太后的病 但是啊 你要从我的嘴巴里面 爬进去 而且啊 只能取一点点 取多了 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您呢 就爬不出来了 这王震心想 这个办法好 所以啊 就从蛇的嘴巴里面 爬了进去 爬到心脏位置的时候啊 想着 这皇太后 如果病要是快一点好的话 这心应该吃的多一点才行啊 所以说啊 一不做 二不休 他一下子呀 就把蛇的心脏啊 全部给带出来了 不曾想啊 蛇当场毙命 就把宰相王震啊 给留在了肚子里 所以说啊 久而久之 才有了 人心不足 蛇吞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做事啊 千万不要贪心 面对生活啊 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 懂得知足常乐 您认同吗